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章中的第三个知识点 家庭理财投资与管理工具的概述 那么说到家庭理财投资的工具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储蓄 那就是一种工具 那么其他工具还包括股票保险等等 很多种这种投资和管理的工具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列出了一些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 并比较了他们在本金的安全性 获利性变现性和免税优势保障功能方面的一些差别 我们可以看到最常用的这几类投资理财工具方面 在免税和保障功能方面都是有限度的 他们都没有免税和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些债券 比如说投资工具里第三栏里边有一些债券 比如你购买国债 那是具有免税功能的 那其他的一些商业债呢 是不具有这个功能的 那么从这个投资工具的本金安全性来说呢 这个从储蓄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期货 可以说是越来越低 安全性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储蓄的安全性是最高的 你把钱放在银行随时都可以取出来 那么到了股票的时候 它就变低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股票你买完之后呢 没有人保证你一定获利呀 没有人保证你十块钱买的 就将来一定会涨到多少钱 那么它也有可能价格变到十块钱以下 所以它本金的安全性呢 相对来说是不是很高的 那么房地产呢 本金的安全性是相对比较高的 黄金呢价格波动比较大 而外币存款这里边有汇率的风险 汇率的风险 而决定汇率的 我们后面会讲到 很多因素会决定汇率的变动 那么需要我们对汇率走势 做出一个长期的判断 从获利性方面呢 变现性方面 也是各自都有特点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理财工具的特点 第一个投资理财的工具 就是银行存款 这是我们最常用 最常见的啊 这样的一种投资的工具 那么我们把钱呢 放到金融机构啊 银行里面 银行承诺到一定的期限 支付约定的利息和本金的 这样的一个凭证 那一般来说呢 银行存款里边 还会具体的分 这种你正常的一个 一年期存款呢 三年期存款呢 五年期存款呢 还是呢 你放在自己的账户中 就随时动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存款 所以呢 当你存款的期限越长的时候 你相对的收益就越高 所以银行存款 它的特征 第一个安全性好 放在银行之后呢 没有人偷 没有人惦记 像以前有一些老人 喜欢把钱挖个坑 不相信银行嘛 挖个坑 放在树根底下 结果后来 把这个钱拿出来之后 发现这个钱都烂了 还有一些人呢 喜欢把钱藏来藏去的 都不如放在银行安全 流动性高 流动性高是指呢 你想取就取 你有一张卡在手 随时ATM机 随时到柜台都可以取出来 风险呢 相对较低 因此它的回报率 也相应的较低 另外呢 存款不利于抵御通货膨胀 那什么叫做通货膨胀 就是这个钱呢 老百姓的话说 钱越来越毛了 相同的货币 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呢 一个潜在的 一个我们手里的资金的 一个暗降 或者是暗跌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是银行存款的特征 第二个投资工具呢 就是债券 债券 债券的发放主体 可以是政府 国债 可以是金融机构 某些金融机构发行的债 或者是呢 一些企业 等等各种主体 他们为了筹措资金 而向投资者发行的 并且承诺呢 按一定的利率和约定的期限呢 来支付利息 并且呢 来偿还本金的 这样的一种债权债务的凭证 债券呢 和这个银行存款相比 第一个安全性也同样 同样的好 但是它的收益呢 要比银行存款略高一些 略高一些 所以呢 我们发现这两年呢 在发行国债的时候 很多老百姓去柜台抢购 或者提前就在系统内 预约来抢购 因为它的收益呢 比银行存款高 而且可以免税 另外 它流动性也较强 目前呢 我们国家这个债券呢 已经开通了RG市场 所以你可以在市场上 挂牌出售 那么同样债券 也不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 这个相关的影响 相关的影响 那么影响债券价值的因素 有很多 有一些呢 是债券 它本身就所含有的一些因素 导致它的价值变动 第一个 比如说债券的期限 债券同样也一样 期限越长 它的回报率就越高 所以呢 它会影响债券的价格 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较高的话 那么它的吸引力就比较强 它价值也就比较高 另外提前赎回的规定 购买债券之后 能够在一定时候提前赎回吗 比如说我投资债券之后 我家里又着急用钱 我想把这个债券提前拿回来 可不可以呢 这个债券会有具体的规定 那么其实呢 提前赎回的规定和 后边的第五点流动性呢 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有提前赎回条款的债券 它的流动性就相对要更强一些 另外利息 利息的规定 就这个债券呢 能不能免这个免一定的利息呢 或者是 这个利息要不要上税呢 这实际上是关于税的方面的一个 一个规定 比如像现在呢 我们国家的国债呢 是免税的 但是在企业债和金融债方面 你购买之后 所获得的利息都要上税 都要上税 另外就是债券的信用等级 债券的信用等级 那么有专门的这个债券的评级机构 对每天市场上发行的若干债券来进行评级 那么级别越高 比如说AA级的 那么它相应的 它的市场这个 这个这个反应 发行完之后 老百姓就会抢 那么它的信用评级越低呢 相对来说 它回报率会比较高 但是呢 投资这类的信用较低的 这样的债券呢 是有风险的 那么这里边最大的风险 就比如说我们2007、08年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很多机构 所持有的美国次级债券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资金池 发生了不稳定 那么导致呢 这个债券的价格越来越垃圾 所以持有次级债的很多机构 在投资中都遭受到了损失 那么影响债券投资价值 还有很多外部的因素 比如说基础利率 市场上的基础利息是怎么样 另外市场利率怎么样 比如市场利率呢 现在是10% 但你债券的票面利率只有8% 那这种情况下 你的债券发生出来 购买者也很不踊跃 不会很踊跃的 另外通货膨胀的水平 通货膨胀的水平 再比如外汇汇率方面的风险 外汇汇率方面的风险 都会影响我们债券的 投资价值的实现 从债券类型上分 还可以分为政府债 金融债和企业债 这是从它的这个主体 发行主体上来进行的划分 投资工具之三 股票 股票 不必详说大家都了解 股份有限公司来进行发行的 用以证明投资者股东身份和权益 并且能获得股息和红利的 这种有价证券 那么股票它的特征是 收益不确定 可能高也可能低 取决于你买入的点和卖出的点 它的流通性较高 我们目前市场是先t加1的这种 交易机制 所以你今天买的 第二天就可以卖掉 来获得资金 它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 因为你是随时进行买卖 而且股票的价格的涨中 它的这个涨高中是含有着 这个抗通货膨胀的这个特点的 另外它风险性较高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另外对投资者的要求也很高 也就是说呢 作为一个合格的股票投资者 你要了解这个股票应该如何来分析 这个上市公司呢 它的基本财务面怎么样 什么原因会引起它的价格变化等等 第三个投资工具 基金 那如果我说我想投资股票 可是我自己又不懂怎么办呢 你可以通过购买基金的方法 因为基金有各种类型的基金 当然也有专门的股票型基金 你可以通过把你的钱放到基金里 这个基金呢 由专业的 懂股票的这些基金 基金管理人来进行管理 来获得一个股票市场上的 一个平均的 或者是稍微较高一点的 这个收益率 所以基金呢 是一种较好的 这种利益共享 风险公担的 集合投资方式 集合投资方式 通过发行基金单位 来集中投资者的基金 由基金的托管人 托管人 基金的管理人 来共同的管理和运用 那么让普通的投资者呢 也能获得一些 相对风险较高的 这个投资产品的 它的一个收益 那么具体来说 基金可以分为 封闭型和开放型的基金 这主要是这个基金到期 能不能赎回 能不能赎回 是随时能够赎回呢 还是有一定的开放期 这个半封闭型的基金等等 所以基金的特征呢 第一有专业化的人员 帮你管理 实现了一个专业化管理 第二个呢 由于很多人 共同出钱购买 成立这个基金 所以分散了投资的风险 能够获得一个规模的效益 节省投资的成本 另外呢 基金方面呢 由于专业的基金管理人 他并不是单一的一个人 而是下面有一个管理团队 所以他具有资金技术 信息人才渠道方面 等等这些优势 在我国呢 基金托管人 必须由合格的商业银行来担任 基金管理人呢 由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来担任 那么这个基金的投资人呢 可以享受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 当然也要相应的承担 这部分的风险 另外的投资工具呢 第五个就是房产 我们这个非常熟悉啊 非常熟悉 房产呢 可能分成很多种类型 比如说二手房 别人买过一次 那你再买 那么可能是商铺 临街的房子 可以用来做生意 可能是七房 可能是七房 你买的时候 还没有交付使用 那么未来呢 你才能够使用到一定的 未来一定时期之后 你才可以搬进去 才可以使用 那么还可能有一些老洋房 还可能有一些稀缺的景观房 等等 他们各有特点 那么房产作为投资对象 我们多作为中长期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而且呢 如果你要想作为房产的 作为一个理财的对象 投资对象 你要有比较丰富的知识 而且呢 这个 投资的具体的 你作为一个 不是增值型的房产 而是你作为一个 投资的对象来说呢 你可能今年买了这个房产 过一两年你就要卖掉 所以相对于这个房产 大概30年到70年的 使用期而言 你必须是一个 敢于做这样一个 几十万几百万资金 进进出出的 这样的决策的人 所以它也比较挑战 我们投资者个人的 风险承受能力 那么房产投资的特点 既可以自用 也可以投资 所以它具有双重的职能 可以抵消通货膨胀 带来的贬值损失 那么缺点是什么呢 流动性差 变现性差 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多 风险相对也较高 那么第六个投资工具呢 是保险 保险的特征 可以保本 可以有一定的收益 保证的收益 另外我们可以分享到 保险公司的利润 另外还有一个 特别大的好处 在于保险可以 按照目前我们国家的 管理政策 是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说 有的时候 岁数比较大了 那么 或者是提前 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就安排这个 人身或人寿的保险 那么 一旦 这个出现人们意外 这个保险金呢 它是免税的 免税的 因此呢 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领域通货膨胀的影响 那么总的来说呢 我们常见的 这个 投资的渠道 或者是工具 就是以上的这几种 这几种 这几种 感谢观看